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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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更容易报错 RPM包呢 RPM包是经过编译的 不能看到原代码 但是它安装更快 而且报错是容易解决 只有依赖性这些东西 那这些都是概念上的区别 那我们现在啊 安装之后呢 或者说我们具体开始讲安装之后 讲安装 他们两个如果装上之后 给我们的用户带来的最直观的区别 就是一点 安装位置 RPM包我们说了 不需要指定安装位置 它会安装在系统的默认位置当中 而圆马包呢 是人为手工来指定安装位置 那今天我们就要看看 它到底安装的位置有什么区别 而且由于这个安装位置区别 带来了后续管理的时候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我们先来看RPM包 我们一直在说 RPM包安装位置是默认的安装位置 那它默认会安装在哪呢 默认就是这样一些地方 当然这些是绝大多数RPM包安装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说 在ETC目录下安装配置文件 在Userbin下安装执行文件 在Userleaf下安装函数库 在这个GUC下安装手册 在这里安装保送领域 这里说了仅仅只是大企上 或者说绝大多数的RPM包都遵守这样的规则 但是呢 如果是具体的RPM包 比如说Apaq 我们把讯息起来 然后连接一下 进去看一下Apaq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昨天装过的 那昨天安装之后呢 我们的Apaq其实就已经安装完成了 安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是用远程工具 连接它 输入正确的密码 好了 我把密码存下来 免得以后每次都要说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查一下Apaq 这是我们昨天已经安装过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包含 那我们也讲过了 RPM-QL 后面加包名 能够看到它安装位置 那么它绝大多数的默认文件 你看 比如说 在这里 ETC下装的是配置文件 在UserLeap下 装的是它的 这个Apaq所用到的函数库 在User下的SB下 安装的是它的 这些执行文件 在UserShare下 Doc下 安装的是它的 这个说明文档 在UserShare慢下 安装的是它的帮助文件 那么Apaq 除了安装的这些内容之外 它还安装了其他的一些内容 主要指的就是 它的日志 然后呢 这里是我们的网页保存位置 默认把它的Apaq默认的网站 网页都保存在这里 那也就说 这个安装位置是固定的 所有的RPM包 都会基本遵守于 这样一个安装的默认位置 而且这个安装位置 是在写这个RPM的时候 写着RPM包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好了 我们一般不建议大家 手工去改安装位置 这个事我们说过了 虽然RPM包是允许改安装位置 但是一旦改了位置 就会造成后续的 我们待会要讲这些户 那现在来看 RPM包默认就会把它的位置 全都装在这里 那圆马包呢 那圆马包呢 一般是手工直接安装位置 那我们习惯 Linux跟Windows一样 Windows一般是建议你把软件安装到 C盘或者D盘的Program Program这个文件当中 目录当中 那我们的Linux呢 一般建议安装在User LOC下 User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个目录的作用是 UNIX的系统资源目录 在这里有一个LOC目录 LOC是本地的意思 这个目录就是系统专门给我们准备了 安装外来软件的位置 我们只要在这个目录下 再创建一个软件名 然后呢 我们的软件就会装到这 比如说 我们的圆马包Apaq 一般就会装在User LOCAL APAQ目录下 那圆马包的MySQL呢 相应的就会装在User LOCAL MySQL目录下 这就是安装位置不同 那圆马包和阿平包的安装位置不同 很考虑 那么因为安装位置不同 带来了他们后续管理的一些区别 我们看一下 安装位置不同带来了影响 最主要的影响就是服务的管理方法 我们说的服务管理主要指的就是启动 停止 重启动 这样的操作 那阿平包的服务 它的启动方法有这样两种 其实我们说 Linux的绝大多数可乘机文件 那我们启动服务的这个程序 其实也是可乘机文件 都应该使用绝对路线来运行 也就是说 告诉这系统 你要启动的这个文件 保存在什么位置 他就可以找到 就可以直接 当然我说的是绝大多数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环境变量 来简化这样的操作 但是归根结底 Linux当中 要想启动一个执行文件 应该就是使用绝对路线 环境变量的内容 我们放到 12编程当中来讲 现在你们记得 Linux当中 其实归根结底 要想启动一个执行文件 不管这个执行文件 是我自个写的 还是系统的命令 还是系统服务 都应该是用绝对路线来启动 那我们的安全包 安装了 服务的执行文件 全都会安装在这个位置 我们进来看看 我们进去看看 C接到VTC IC.D IIT.D 大家看到了 绿色的可执行文件 这里不光有我们的Apaq 找了找了找了 哪哪哪哪 Apaq 还有我们前一面讲过 重启网卡 重启IP地址 是不是重启的是Network 那看Network服务 也在这个目的下 换句话说 这些服务 全都是通过 IPS包装出来的服务 它全都可以用 这样的绝对路径 加服务名称的方式 来进行启动 全都可以这样 那我们试试 ETC IC.D INT.D Apaq A 启动 那么启动完成之后 这个Apaq就可以看了 我们只要在浏览器当中输入我的Linux的IP地址 回车 就能看到Apaq的测试页 这个测试页 因为Apaq我们新装了 在Apaq当中没有任何网页保存 所以看到的是测试页 但是如果我要去Apaq的网页保存位置 我们刚刚通过查询知道 Apaq的网站会装在这里 MASHA 3W下 HTML下 进来 默认没有任何一个网页 那我们写一个吧 Index.html 那么写句什么话呢 Mr. 沈超 沈超老师 is the the honest 好像拼错了吧 H O N E ST honest man in Lample brother 啥意思啊 沈超老师是兄弟联最正确的 这句话呢 是经过兄弟联所有的员工认证 大家公认的啊 那么这句话我要输出的网页当中 保存下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在浏览器当中 刷新 哎 这句致力名言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网页上 Apaq就可以使用了 哎 大家会发现啊 阿片包安装了Apaq 其实就是通过绝对路线不可以来执行 但是这个路线太长了 并不太好记 所以呢 Red Hat Linux给我们开发了一个简化命令 这个命令就是service 其实这个命令 我们在前面启动网络服务 也就是说重启IP的时候 见过 它是这样的 service后面加服务名 后面加start stop restart 都可以执行 这条命令 明显的比上面这条命令要相对来说简单 那么首先注意啊 这个命令是红帽专业命令 在其他的Linux当中并不一定存在 那如果没有service命令 我们就只能靠绝对路线的方式来执行 那么service就可以实现Apaq的启动活力 这样更加简单 service hpd restart 而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报错 这个报错是因为我们的主机名和我们的127.0.0.1 这个回报IP不能匹配 那这个报错是可以解决的 不管是通过DS 还是通过修改Apaq配置文件都可以解决 暂时性的放到这 我们讲网络服务的时候 来告诉大家这个报错如何修复 但是这个报错不影响Apaq的功能 不影响 所以不理它放这就行了 那么用service命令 也可以实现Apaq的关系 那么 归根结底 Linux当中的命令 就要用绝对路径来执行 那service为什么可以执行 其实说白了很简单 service会自动的到这个路径下去找 有没有这个你要启动的服务名 如果在这个路径下找到了这个服务 这条命令就可以正确 如果找不着就不倒数 换句话说 像service这样的服务管理能力 会到系统默认的位置当中 去搜索这些相关服务 比如说service是在这个路径当中 搜索有没有服务 除了有service 还有其他的一些服务管理命令 我们讲到服务管理章节的时候 来讲这些命令 现在就要知道的就是 其实service之中简化命令 它为什么能够执行 原因是 它会到阿权姆所默认的这些安装位置当中 去搜索这些服务 能够找到就能执行 那所以说service命令是不能管理 圆马包安装的 原因很简单 安装位置不同 只有RPM包安装的服务 是不是才会把服务装在这些位置呢 圆马包服务我们说了 它会安装在我手工的指定位置当中 有色老口 那service能搜索的 或者说服务管理命令 搜索的都是这些默认的 那当然不会去搜索有色老口 那这个时候就会带来的后果是 service类似的这样的服务管理命令 它只能管理RPM包装的服务 但是圆马包安装的服务 是不能通过这样的服务管理命令 除了有service 我们后面还会讲其他的服务管理命令 比如说TryconFig 比如说NTCCV 这些所有的服务管理命令 都有一个特征 它只能管理RPM包安装的服务 这就是因为安装位置不同 带来的影响 那圆马包安装的服务应该如何起呢 我们说了 014当中 所有的执行文件都应该靠绝对路径 我们的圆马包还没有装 但是我们讲了 如果装了 就要用绝对路径 我们把Apaq会装在 YoselacoApaq下 这个安装位置目录 由人为自建议 你随便 叫什么都行 我们习惯性的叫Apaq2 因为我们现在装的Apaq是第二个版本 第二代主版本 那么在这里会有一个B目录 在这里会有它自己的器材教本 通过它 加斯大H 那注意 圆马包安装的服务 就不能再通过service 这样类似的命令 管理 只能用绝对路径的方式 这就是我们说 因为安装路径不同 所以带来的管理方法 那么我们说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讲的内容 圆马包和Apaq的区别 在安装之前 我们讲概念上的区别 那是为了大家便于理解 但是一旦讲安装 给用户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安装位置不同 Apaq会安装在系统默认位置 圆马包会装在 我们人为的手工指定位置 带来的后果是 服务的管理方法会不同 阿片包是可以既用绝对路径来管理 也可以用service这样的 类似的服务管理命令来管理 但是圆马包就只能用绝对路径来管理 服务管理命令不会去搜索 它我们手工指定的这个安装位置 它只会搜索默认位置 这就是我们说的 阿片包和圆马包安装之后的区别 那么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来讲圆马包的具体安装过程 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汽车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勿П 请勿П 请勿П